比特币的价格急剧跌破24,000美金 目前的价格是在2040美金附近 那么接下来比特币的价格应该如何走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得感兴趣的话 赶紧去订阅浪跃的频道 现在是属于紧急录制视频 那么现在的价格是在24,000美金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上涨动道 也依旧是在的 是吧 仍旧是在上涨动道当中 但是它不大去跌破22,500美金这个水平的话 那就要去离场了是吧 下面这片区域在这个22,500美金的位置 如果跌破那要去离场 那现在的一个价格的话 可以说的是在这个中间上的一个水平 如果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的话 它会快速进行发弹 就触碰到下方这个23,300多美金的位置 它会快速进行得到一个支撑快速进行反弹 但是在这个位置一站没有去 能够在这个位置去站稳向上突破的话 可能这一波行情它会进行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回调 10%到20%的一个回调 所以在这个25,000这个附近的话 其实它的压制非常明显 在这片区域只是向上突破 但是并没有去突破成功 一二三两三次的一个突破 并没有去取得一个成功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去盘整一段时间也好 一二三四 有一个星期的在这片区域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得到一个支撑之后 再继续向上突破 那么之前它在这个位置盘整一段时间之后 它是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回踩的 所以说这种操盘的一个手法的话 它有可能会像之前一样 出现一个异性的一个调整 如果调整了10%左右的这个水平 那还可以接受 那现在如果调整了10%的 也就是到我们下方这个22,500美金这个水平 也就是刚好10%左右的一个回调 那现在它现在又重新去占上24,000这个水平 那还有没有机会去清场 那老也认为的话 这一波的话 都头还是在的 那接下来的行情 依旧是存在 向上突破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24,000附近 注入一些都头上去 那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利润 是吧 那接下来的话 我也会在我们的一个 设计里面进行一个提醒 那最近的这个行情的话 比较诡异是吧 随着一些利空的一个消息的话 它又出现一个假盘的情况 但目前来看啊 整体的一个回调力度并不大 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可以得到一个控制 在下方得到一个支撑 在两万三千多美金的位置 会得到支撑 所以说我们再盘整一下啊 那今天是周三啊 再过渡两天的话 周五啊 可能会继续进向上进突破 再去测试两万五千两百美金的水平 那现在的话 大家只需要去安静 去等待这一波的一个突破 那可以看出来 现在的一个比特币恐慌指数 是在一个五十九啊 属于贪婪还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有很多币种其实是上涨了 所以说大家不必太担心啊 它调整之后啊 一旦去跌破那个防守的位置的话 那最后去离场了是吧 两万两千五百美金一个水平啊 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啊 这是一个情况啊 那么现在是紧急录制啊 大家如果喜欢浪眼的视频的话 赶紧去订阅浪眼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